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收集汇总 猪蹄锁紧结的三种做法 你会几种啊 评论区我们互相讨论 第一种 首先围绕你要固定的这个柱体 缠绕一周 然后向后方拉伸绳尔 从右侧绳头底端 讲这个绳尔拽出来 再次套入柱体 然后收集两端那个绳头 这就是它的第一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 我们首先讲绳结 逆时针做一个圆 然后左绳头从右绳底端穿过 放在这个两绳交叉这个十字焦点 大家看一下 就像一个八字结端 它又被称为八字锁紧结 提拎两端的这个两根绳尔 套入你要固定那个柱体当中 我们一收紧即可 大家看一下 效果是一样的 只是做法不一样 那么此时 肯定有朋友会说了 说我想在这一个木桩上固定 用这个柱体锁紧结 但是没有断点 就是这么一根整个的木头 想在中间的任一个位置 做这个柱体锁紧结 来看这种做法 围绕它缠绕一周 再次的缠绕一周 注意啊 这周啊 绳子放在它的下端 然后从主绳底腰过来 还是从那个十字焦点搓过 咱收紧看啊 是不是也是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十五松啊 常常都用着 喜欢的老铁 双击收藏 千万不要错过 以免你找不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通知 门 转发 打赏